我們今天上第18課 我們今天要上課的主要內容是 上節課的時候我們有講到 有一些統計方法 或是你如果要自己指定出一條方程式的話 你要怎麼求解 然後我們用到關鍵的一個函數 叫MLE這個函數 這函數好像可以很方便幫我們求解 然後就得到答案了 那現在的關鍵問題是 那MLE這個函數到底是怎麼去work的 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有注意到 並不是自訂關係式 並不是永遠都比簡單的狀況下更好 對不對 那這個你要了解這件事 顯然背後你需要知道 就是到底MLE這個函數是怎麼求解的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完全利用就是 最簡單的程式 就是最簡單就是 就是那些基本的程式 然後去試著去求解說 那些東西要怎麼做這樣子 好 這邊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想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好了 我們一開始要教的第一個方法 我們今天就教兩個方法就好了 這兩個方法是最常用來求解 就是任意函數幾值 好不好 這個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有教到說 就是你的預測式 你總是可以寫成一個 你總是可以寫出一個 怎麼去連結X跟YHOT之間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接著YHOT Y的預測值跟YHOT 它本身一定可以用某一種方程式 把他們的這個 我們叫做損失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 求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損失會最小化 對不對 或者是 最大蓋斯估計法的話 是說樣本幾率最大化 那所以你其實都在求函數幾值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的T度下降法 跟等一下後面講MCMC 都在講說怎麼樣求 函數幾值的方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會把它應用在這個 線型回歸之類的方法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那既然要求函數幾值的話 我們從簡單的問題來開始講好了 第一個 這個就是現在我有一個方程式叫 y等於x的平方 那我現在想找出 x等於多少的時候 y有幾值存在 這個正常來講 我們會怎麼去解答這個問題 這個基本上你一眼看下去 你就知道當x等於0的時候 y有幾值啦 好不好 但是問題是 呃事情不可以那麼簡單嘛 對不對 呃實際上 實際上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在以前都是怎麼解的 就是我們對這個x平方這個函數求為分 求完為分之後就2x嘛 對不對 2x是什麼 2x是它的導函數 對不對 然後老師 數學老師就有教 說這個 當導函數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所以說這個2x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x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 就是 就是 好像已經印在你腦海裡面 這樣做的公式這樣子 好可是啦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這個 導函數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或者說 或者說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就是 要 縮1的講話才算數喔 那個 縮以上也不算 好不好 那個 縮1的開放回答問題喔 你的回答問題答對的話 我們等一下馬上加1分好不好 我就是總成績加1分喔 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有幾值啊 有沒有縮1的夥伴要回答啦 那你想講話嗎 對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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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 所以縮1等於0為什麼會有幾值 我不知道怎麼回應你這個 這個講法 為什麼縮1等於0的地方會等於 縮1不夠 沒關係啦 至少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等一下加0.5好了 什麼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導函數就是斜率 導函數是斜率的函數 這樣可以嗎 導函數是斜率的函數 當斜率等於0的地方 代表它就不會再變化了嘛 所以它當然就是幾值這樣可以嗎 好 注意喔 導函數是斜率的函數 這件事很重要喔 微分之後的函數叫導函數 導函數是描述斜率的函數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們現在來想想 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觀念把它應用到我們的 Egonism上 好大家想一下喔 因為我們可以求得導函數 對不對 這個是原始的函數圖形 這是原始的函數圖形喔 就是 y等於x平方 這樣可以嗎 在任何一個點上面 我能夠知道的資訊是什麼 我能夠知道的資訊就是 它當下斜率是多少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它當下斜率是多少 這個我是知道的喔 好 那 我現在假設要求幾小值的話 我現在假設要求幾小值 然後在任何一個點 任何一個位置上 我都可以知道它的斜率 那我可不可以就減掉斜率 那這樣我一定是往下走 對不對 因為當斜率為正的時候 減掉斜率就是往左邊走 可以嗎 當斜率為負的時候 減掉斜率就是往右邊走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當斜率為正的時候 主要說在右半邊 它就會往左邊走 對吧 當斜率為負的時候 就是左半邊嘛 減掉斜率就會往右邊走 因為它減掉個負數變加個數 它就往右邊走 所以 我們就設計出了這個方法 叫T度下降法 它的邏輯是什麼呢 最開始的時候 先讓你隨機丟在一個點 隨機的丟在任何一個點喔 注意這個過程喔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上一節課 MLE那個函數 是要指定起始值的 這樣你們知道 為什麼要有起始值了吧 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教的這個T度下降法 在等下用的MCMC通到起始值 起始值 定好了以後 然後 根據這個起始值 我當下是不是知道 當下斜率是多少 如果是一個正數 我就把它減掉 複數我還是把它減掉 對不對 那我就是不是得到下一筆資料 下一個地方的 下一個時候的值 那我在重複之後 這樣操作 就要重複一千遍 那我是不是很有可能 可以到達一個 就是一直往下 下到不能再下 可以解釋我的想法嗎 好 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話 我們來把它 實現出來好不好 用R元把它實現出來 好 來 大家看一下 首先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X 這個X就是從-6到正6 然後這個Y 就是從-6到正6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那個 這個叫什麼啊 就是它相對於那個X的值 因為Y就等於X的平方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我現在先把X跟Y的圖 把它畫出來好不好 它大概就長這樣 這是X跟Y的圖 它就長這樣喔 然後我們現在先丟個 StarValue StarValue是5 這樣可以嗎 我們從5開始做 然後注意喔 這邊有個叫學習率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學習率這個東西 它是怎麼樣 一步一步去做的好不好 好 來首先 ResultX跟ResultY ResultX跟ResultY 現在都是空的 現在全部都是NA 然後 當I等於1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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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就等於StarValue 這樣可以嗎 然後Y就等於 第一個Y就等於 把這個StarValue把它帶進去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好注意的是 從第二個開始 從I等於2開始 它都是等於上一個X 上一個X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 把這 它的斜率 這個是不是就是它的斜率 它當下的斜率 這個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2X Differential是微分的意思 Differential Function就是導函數 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上一個值帶進去 是不是減掉 學習率乘上 上一代的斜率 這樣 上一代的Value 減掉Learning Rate乘於上一代的斜率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往下走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我會往下走 所以 當我把這個20 我從5開始 Lain Rate設0.1 把它這樣20把它做下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注意一下右邊的圖喔 好我每過一代 我就把那個 我就讓它System.Sleep 好 主要說3秒好了 然後我開始執行喔 看著喔 這個第一代的時候 好 第二代的時候它跑到這裡來了 第三代 它在減掉一個斜率對不對 因為它一直是正的 這樣可以嗎 第四代 再減 一直往下走 這樣大概有感覺嗎 有沒有感覺這個實現 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困難對不對 非常 符合邏輯嘛 對不對 我這裡對於任何一個 對於任何一個時候 對於任何一個時候 現在當下的點 下一代我要往哪裡走咧 就是 當前這一代 減掉 Lain Rate 乘上當前的斜率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露出尷尬的微笑 好 如果我們覺得這樣很困難的話 我們 我們用代數字的方法來學好不好 我們來 我們看一下 我這個 我在博士班的課程那邊 有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來看這一個講義好了 好不好 這個是 這一個是一個 函數的極值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原始的函數 它的微分 是2x加2 可以吧 它的導彈數是2x加2 這個傳統求集值的方法 它就是-1 這個沒有問題 它的導彈數是2x加2 好 接著 我們來看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公式 其實值可以是10 其實值是10 這個沒有問題 隨便嘛 定多少都可以 當前 下一代的T 下一代的X 就等於上代的X 減掉LR 乘上 它的斜率 這樣可以嗎 它的斜率就是把當前的值 帶進它的導彈數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 當前的斜率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導彈數是不是2x加2 所以第一代是10 第0代的時候是10 第一代的時候就是8.9 這樣帶下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看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嗎 這個很核心啊 這個如果 如果你們那個 有人那個 下學期還想上人工智慧的課程的話 這個就是 會再複習一下這裡 但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 不然永遠都不知道它怎麼解出來的 對不對 好 來 那第二代勒 一開始10 那我們就把8.9 一樣啊 8.9帶進來 全部照抄 下一代是不是7.91 這樣可以嗎 接下來 再全部照抄 變7.019 再全部照抄 變6.2 最後 到無限代的時候 它一定會變成-1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覺得 嗯 好像 很神奇 沒辦法接受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做到了 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做到了 我們再回頭看這裡好不好 看一下這個圖 它總是往 斜率的 總是往 剪掉斜率嘛 總是剪掉斜率 斜率為正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往右邊走會往上 所以我就要往左邊走 所以剪掉斜 剪掉一個正數 不就是往左邊走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 如果斜率為負 代表什麼意思 往右邊走 是往下 我不是就是要往下嗎 所以我就往右邊走嗎 我就加上一個數據 就是往右邊走 剪掉一個負的斜率 就是往右邊走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現在問題是 為什麼有一個東西叫 Lending Rate Lending Rate這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對不對 Lending Rate這東西 是不是乘上斜率 因為斜率 決定了我要往正向走 還往負向走 它其實只有正負號 是有意義的 對不對 重點是 旁邊那個Lending Rate 它是一個乘起來的數 對不對 我剛剛設的是0.1 它似乎是調節 我們來講 調節步伐的大小 它到底 每一次要走多遠 這樣懂意思嗎 喔對 再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為什麼它走到最後 會停在極值 因為在極值的地方 斜率等於0 它不管乘上任何樹 它都永遠動不了 減掉0 它還是原來的樹 所以說 當 用這個方法 走到最後 走到極值的時候 它一定是怎麼動都動不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了解嗎 會不會覺得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等一下需要練習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不好 好 學習率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如果我們把它調高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就這邊馬上做個實驗 0.1 我們把它改成 0.9 0.9 好了 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不好 我們這裡sleep1就好了 不然的話要跑太久 看著喔 注意一下它的軌跡 注意一下它的運行軌跡 是不是很奇怪 這運行的軌跡是不是非常奇怪 很奇怪吧 對不對 對不對 知智型的這樣下降 好 那如果 這樣子至少好歹最後還是到了0附近 對不對 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把0.9 改成 就來說1.02 再做一次 看著喔 它根本不知道在哪裡了 好 我跟你們講 把0.9改1.02 它就會這樣跑 它會知智型的往上爬 它永遠到不了極值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次的跨度太大了 對不對 它每一次的跨度太大了 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好 在這個函數之下 1.02就是太大了 不是每一次都1.02喔 好不好 所以說學習率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如果 設的太大 它很有可能會無法收斂 就無法找到極值 這樣可以嗎 那設的太小它會動得很慢 所以我總是要 所以我是不是就要 找到一個方法去取得一個 取得一個 適當的數字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這個數字是需要調整的喔 使用T度下降法的時候 learning rate是一個需要調整的數字喔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題好不好 這練習題喔 就是 需要你 重現T度下降法 來解 線性回歸 我們解線性回歸 我們解線性回歸就好了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線性回歸 它是不是 y 等於 我們這邊可以寫 θ0加θ1x 對吧 可以吧 這是線性回歸 簡單線性回歸喔 我講的是簡單線性回歸喔 可以嗎 然後 接著 這個 h0x是不是預測值 這是預測值嘛 預測值減掉實際值 括號的平方 這是不是就是它的損失 殘差平方核 我們要令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對嗎 注意喔 這跟我們上節課 在用最大的x估計法的時候 方法不太一樣 上節課 我們是找到一個常態分佈 然後它要 在那個常態分佈 機率最大化對不對 呃 現在我們就是要解 殘差平方核最小化的地方囉 這兩個解法答案會非常非常相近 然後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n-2跟n的差別 分母n-2跟n的差別 好不好 那 沒關係 這是它的損失 這是它的損失 對不對 這是它的損失 可以接受嗎 這是它的損失 所以 微分之後的方程式 直接對這個求微分 對θ0求微分 這θ0跟θ1 兩個偏微分嘛 對不對 對這兩個偏微分的結果 我們過程跳過了 我們過程跳過了好不好 過程沒有那麼重要 結果就是長這個樣子 1分之1 乘上sigma 殘差 1分之1乘上sigma 殘差乘以x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怕你看不懂公式啊 所以我已經幫你把 β0跟β1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它寫出來了 基本上 你只要代入當前的β0 當前的β1 和x還有y 你就可以算出 現在β0的邪率率多少 同樣的 你也可以算出 現在β1的邪率率多少 這樣可以嗎 你只要代入 當前的β0 當前的β1 然後你就 還有x跟y xy就是你的樣本嘛 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換的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 當前β0的邪率 和當前β1的邪率 請你 假如說 以起始值00為開始 起始值00為開始 然後 第一代 顯然就是 把它帶進來 然後你會求得 β0跟β1的邪率嘛 對不對 求得邪率之後 減掉 learning rate乘上 那個 那個邪率 這樣可以嗎 然後持續個1000代 看看答案會不會跟 linear 這個 lm的這個函數 答案會不會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懂我在講什麼意思嗎 你現在有一組 data 就是x跟y 然後你有 β0的dif 跟β1的dif 這個我已經幫你解好了 你不用解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不再上數學課喔 不過下學期就是上數學課了 好不好 不過大家不要害怕 拜託拜託 下學期的課是很有趣的 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幫你解好了喔 你現在只要做T度下降法就好了喔 第0代的時候 它是00 00開始 第一代的時候 第0代的值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 當前的邪率 這樣可以嗎 第二代的值 第二代的值等於第一代的值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 第一代的邪率 這樣可以吧 以此類推做個1000代 用迴圈做個1000代 看看答案會不會 跟 看看答案會不會跟這個很像 這個是我們的答案嗎 找不到 來來來 這個是我們的答案 5.30.9 好不好 試一下 好不好 我們就先把電腦還給你們試一下 好 我們來先看一下 就是這一題 這一題要怎麼樣 這一題要怎麼樣 開始想好了 首先 我們的T度下降法很明顯 就是 就是 那個公式就是 現在這個東西 等於上一代的東西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 上一代的邪率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現在把result b0 它等於 我們現在在這邊先寫好了 n.iteration 等於 這個我們這邊可以寫 我們要持續進行 假設說 呃 500代好了 好不好 也不要太多 500代就好了 然後 result beta0 是不是就等於 repeat na 然後n.iterator 好 然後result beta1 同樣等於 repeat na n.iterator 好 然後 我們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就等於 喔 start value start value我現在說0嘛 對不對 我一開始說0嘛 這樣可以嗎 這是可以改的喔 改了理論上結果是不會改變的啦 好 等於 0 我這邊再多給一個好了 start b0 等於0 start b1 等於0 好 start b0 start b1 好 這是if i等於1的時候 我要做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else呢 else就是如果i不等於1的時候我要做什麼 如果i不等於1的時候 當前的i 當前的這個b0 是不是等於上一代的b0 上一代b0要怎麼描寫 是不是i-1 這樣可以嗎 這個會不會太難想到 是不是就是i-1 可以吧 就是i-1嘛 減掉 lending rate 搞了半天我lending rate還沒有寫上來 好lending rate我們把它放到上面去 lending rate 我們這邊給一個 舉例來說0.05好了 lending rate乘上什麼咧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對不對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0 b0等於 b0等於上一代的b0 b1 b1 等於上一代的b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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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它換掉 好那我們現在來i等1的時候我們做一次好不好 全部執行一次 那這樣現在的result beta0 是不是第一個數是0 然後beta1是不是第一個數是0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i等2 i等2我們再做一次 i等2我們就再來執行一次喔 再看一次b0 b1 0變成1.29了對不對 看一下b0 0變成0.4 這樣可以嗎 再做一次i等3的時候 好0.4 0.58 那b1呢 1.29 1.81 好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你大概感覺出來我是怎麼做的嗎 那我現在還沒有完全寫完喔 其實已經快完了啦好不好 麻煩你們bess on現在的程式嘛 然後繼續把它寫成完整T2下降法 好如果 如果聽不懂了你們要趕快跟我講喔好不好 連這裡都聽不懂這樣很嚴重 要拍照 要拍照有沒有拍照 沒有 沒有 好啦沒有 那我把它關掉囉 好那我們把它關掉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體會的話 還是建議回家再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嫌這一課講得不夠清楚的話 再順便看一下博士班的第一節課 好不好 就當作是幫忙充點率嘛 對不對 其實完全沒有意義啦 好不好 好跟你們有靠人笑的啦 不用真的為了幹這件事情點 好不好 好 其實就是把回圈把它寫滿嘛 I等 I從1到多少咧 1到NumberOfIterator 然後把這個 把它 放進來 好我們從頭執行到尾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result0 resultBeta0最後多少 5.23 resultBeta1咧 0.918 欸這個有沒有非常接近我們真實的答案了 真實的答案是5.3 0.9對不對 好啦其實 不然我們把那個 500代變成5000代好了 我猜答案就是對的了 好不好 因為就是跑得不夠久啦 好 來再看一次resultBeta1 欸這個 他只能顯示到1000代啊 就已經0.9 9902了對不對 resultBeta0咧 這跟5.3也沒什麼差別了對不對 所以T2下降法 有沒有真的覺得蠻神奇的 欸 你看我們現在 解這個線性回歸啊 對不對 我們解個線性回歸 現在是不是花式的解法 從一開始代公式 對不對 然後現在 用各種方法去解他 而且解出來的答案都一樣 有沒有 幹嘛笑的那麼燦爛 是不是覺得數學很神奇啊 對不對 好來 我們來今天 等一下我們再教一個方法來解線性回歸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我們剛剛T2下降法的邏輯有弄懂了吧 這個 呃 如果 想上博士班的課的 就是博士班的課會教人工智慧怎麼開發嗎 呃 博士班的課 T2下降法是一定要會的 不過我們第一節課會重新講一遍 好不好 等一下下一個Egoniton 下一個Egoniton 叫MCMC 馬可夫練蒙特卡羅法 呃 這個英文名字叫 馬可夫練蒙特卡羅法 這個 這個 呃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是另外一種求解 集職的方法 跟剛剛T2下降法最大不一樣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這個MCMC這個方法 呃 就是人工智慧開發不會用到 因為人工智慧開發 有一些 呃 它有一些限制這樣子 那 呃 MCMC 它 不用用到MCMC MCMC 等一下你們試著你們就知道 它解 解 求解的速度比較慢 來 T2下降法 這個 T2下降法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回頭看一下 剛剛那個T2下降法有什麼問題 它有個最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好不好 或者說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要不要講一下 最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損失要自己定義 損失要自己定義 損失 學習率要自己定 這恐怕不是最麻煩的地方 還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有沒有 敏銳眼睛幫我觀察到 剛剛 剛剛那個 T2下降法最討厭的地方在哪裡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最討厭的地方是 我要先求微分方程阿 因為我幫你做完了 所以你就 這不討厭 我真的非常討厭阿 這樣可以嗎 這個非常討厭阿 要先求微分方程欸 微分方程好球嗎 不好球欸 對不對 這個數學要很好阿 所以MCMC阿 就是 我 不要微分方程了 好不好 我不用微分方程都可以求得出來 這下厲害了吧 對不對 好 那不要微分方程怎麼求咧 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現在在一個 函數 我們現在在函數圖形的某個地方 斜率可以告訴我什麼資訊 往右走 往上 對吧 往左走往下 斜率為正的時候 所以我要往左走 對吧 所以 斜率可以給我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我現在不求微分方程 代表我沒有斜率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我要怎麼走 阿有沒有人用idea的 我要怎麼走 好 也沒有什麼好方法 就是亂走阿 反正就是 那如果你真的 難道你現在 主要說你要找國防醫學院的最高點 我現在把你丟在 主要說三樓大廳 請你找國防醫學院最高點的時候 阿你不就是左走一步 右走一步 然後看看哪邊比較高嗎 對不對 是不是 或者 你眼睛看一下 看哪邊比較高嘛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把你眼睛蓋住 你就是用我的腳去感覺阿 對不對 你就 你就稍微 隨便 360度隨便 走一步 看看是變高了還變低了 變高了 就站在那裡 變低了就回頭 再找看有沒有更高的地方 這樣對吧 聽懂我在幹什麼了嗎 我現在隨便把你丟在 主要說丟在一個地方 然後 請你 請你找到最高點 而且我把你的眼睛蓋住喔 那個 把你眼睛蓋住 意思就是你不知道斜率率多少了 所以你不知道正確方向要往哪走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走 左邊 隨便 隨便 360度隨便選個方向走一步 看看這一步 是上升了還是下降 上升了 如果我要找最高點阿 上升了我就前進嘛 如果下降了我就回頭嘛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走那一步嘛 對不對 我就回來嘛 阿回來了以後我在 我在那個 我在去那個 就是 我在360度找我看有沒有 更高的地方嘛 如果我今天到了一個最高點 主要說我到了 台北市這個 這個 陽明山山頂 找不到更高的地方了 我是不是就永遠的困在那裡了 我困在那裡是不是暗示著 我找到了最高點 這樣可以嗎 有聽懂那個 想像的情境嗎 欸我們現在就是要用程式把這個實現出來 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其實 其實 要求解阿 要算統計阿 其實都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被那麼公式太複雜了 你直接用這個幹不就好了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學一下這個方法 MCMC阿 他是一系列的方法 他的一系列的方法 裡面最有名的那個 那個方法 叫做這個 呃 Metropolis Hastings Agonism 這個 這個兩個一聽就知道是人民阿 好不好 那 這兩個人發展出來的方法是怎麼做的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阿 我們以Y等於X平方當例子 然後來求幾值 好看喔 Original function 是X的平方 對吧 這是X的平方可以吧 好然後 Random Walk Random Walk 這個函數就是我把當前的X 丟進去 他就會隨機給我一個新的X值 好 這個Random Walk 這個函數阿 是 X加上RUNF RUNF 是在 均勻分佈裡面 -0.1到0.1的均勻分佈裡面 隨機抽一個值出來 所以我Random Walk Random Walk 1 他就會介於0.9到1.1之間 這樣可以嗎 這個Random Walk 這個函數做這件事的喔 一點學問都沒有喔 沒有什麼 了不起的學問什麼 微分什麼 沒有這種事情 完全就是Random Walk 隨機的走一步 這樣可以嗎 好 隨機的走一步阿 接著 SET C的等於0 SET C的是在幹什麼的 上一節課有教對不對 我要固定那個隨機數 不然我每次做出來都不一樣 好嗎 STAR VALUE等於5 NUMBER OF ITERATION等於1000 也就是我回圈要走1000步 好 當I等於1的時候 當I等於1的時候 當然就是STAR VALUE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嗎 當I等於1的時候 自然就是STAR VALUE 那 當I不等於1的時候 我就先產生一個 這是OLD VALUE OLD X等於X 等於 第I-1代X 這樣可以吧 這是舊的X喔 這是舊的X 以第二代來講 這個舊的X是不是就是5 然後 給它Random Walk一下 Random Walk之後會變New X Random Walk以後會變New X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有OLD X跟New X 然後我把它帶進我的Original Function 如果New X 的 New X的這個 帶進去的數字 比原來的X帶進去數字來的大 就代表我上升了對吧 因為我要找最小值 所以我的下一步的X 就是要是舊的 不要是新的 就是我總是在舊的跟新的裡面選一個 帶進去數字比較小的那個留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知道我在寫什麼齁 好 我們從頭 做到尾好不好 來看一下它的過程 來看著喔 X在第一代的時候 是5 對吧 第二代 他大概八成是走錯路了 所以是5 還是一樣 下一代 他走對了 是4.95 在下一代他又走對了 在下一代他又不動了 又不動了 又走對了 又走對了 這樣可以吧 是不是 有沒有感覺出那個做法 好我們現在把一百桿一千 我們把一百桿一千 從頭走到尾 你看他現在走了一百代 他還在2.86 對不對 他目標應該要走到0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的效率是蠻差的 剛剛那個用梯度下降法 他好像才走個20步就已經到0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方法我走一千步 我們看X喔 你有沒有發現 他當他小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就幾乎動不了了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 他每一次的步伐是介於 0.1到-0.1之間 對不對 現在他離正確值的誤差值 只剩下 0.0001了 他又剛好抽到這麼小的 數字 幾乎不可能了 所以他要停住了 你看他連續 連續幾百代 再也沒有進步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MCMC這個方法 是不是也蠻符合邏輯的 而且比剛剛那個更好用喔 好用在哪裡 不用求微分 是不是 可以嗎 效率差就效率差嘛 反正現在我們發展的 預測函數啊 或什麼好像也沒多複雜 對不對 好 必須跟大家講 為什麼剛剛說人工智慧 用不到MCMC 就是因為他的優化效率實在是太差啦 對不對 提讀下降法 才能給他一個合理一點的 這個優化效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MCMC的這個過程喔 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至少到這裡讓大家感覺一下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可以把這個x平方改成 我們覺得要說x平方加上2x 再加1 這樣他的極值應該出在x等於1對不對 全部重新執行次 喔 出現在-1的地方 出現在-1的地方 欸 我想一下喔 x平方加2x加1等於x加1的平方 喔對 出現在-1的地方 好 我剛剛還想說到底我在做什麼 好 這個出現在-1的地方是極值 這樣可以吧 好大家可以稍微試一下這整個過程啦 好不好 先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CMC的這個效果 大概有點體會了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來 我們把 剛剛這個東西改成線性回歸 好不好 剛剛我們的 預測函數 我們是要找到一組 我們剛剛這個original function 是找到一個x 讓輸出最大化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找到一個 beta0跟beta1 找到一組beta0跟beta1 讓我們的 probability最大化 這個是不是又是上一節課的probability 那probability怎麼求咧 來 首先 beta0跟beta1 先帶進來 beta0跟beta1先帶進來啊 對不對 帶進來變成y heart了對不對 帶進來變y heart 變y heart之後 y heart-y 這殘差 這殘差嘛 殘差 然後去求這個DNORM 這是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的高度 就是可以換成幾率嘛 對不對 他在那個normal distribution 他的幾率多少 他的standard 命是0 殘差的命是0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殘差的standard deviation 然後log等於true log等於true 是我把它 log化嘛 log化之後會變複數 那本來要相成的 log化之後就變相加了 對不對 我要令 相加起來 最大化 可以嗎 我要令相加起來最大化 可以齁 可以的話我們來做一個 改變啦 好 這個是產生一組x跟y嘛 這個x跟y理論的 結局應該是5 理論的斜率應該是3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求得這個隱藏的數據 只單純用x跟y 求得這個隱藏的數據 現在 我隨便給一個 beta0跟beta1 b0等於0 b1等於1 然後x等於x y等於y 他是不是給我-4000 我現在把beta0改成5 他是不是給我-2000 是不是變好了 所以我現在 我的實際做法是什麼 來 我一開始主要說指定00 好我現在是-37對不對 好我現在來隨機移動一下 這個移動到0.1 這個移動到-0.2 好了 看一下 結局如何 變小了 這樣不好對不對 所以我要回到這裡對不對 我回到這裡 那我再based on他再改變一下好了 那我這邊改了0.3 然後這邊改0.2 欸 變好了對不對 比起上一部的這個變好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我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就based on他繼續 再加上 0.1 加上 1.2 欸是不是又變得更好了 那我就-那我就繼續移動 再繼續加 好減掉 0.5 0.7 減掉0.3 變差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減掉這裡不要用 隨機再給一個新的 加上0.2 減掉 減掉0.1好了這樣子 欸是不是有-又變差了 所以又不要這個 再回到本來的 再回到本來的 好加0.9 加上0.7 是不是變好了 就繼續下去 這樣可以嗎 看得懂我在做什麼 好 所以說 這個 MCMC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不斷的 去做嘗試 不斷去做嘗試 不斷去做嘗試 好來 START B0等於0 這樣可以嗎 START B0等於0 接著 START B1也是等於0 然後我總共要做1萬次 然後我把 B0的Sequency跟B1的Sequency 都重複NA 1萬次 這樣可以嗎 重複NA1萬次 接著 在第一代的時候 B0 Sequency i 就等於START B0 B1 Sequency i 就等於 START B1 這樣可以嗎 好 來 重點出來了喔 注意一下這個重點 重點在 B0 第1步 第1步 第1步就等於Random Walk 下一步就先Random Walk 這樣可以吧 下一步先Random Walk Random Walk Random Walk完之後 然後我一定要求得 上一代的Probability 跟下一代的Probability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上一代的Probability 跟下一代的Probability 這個我是不是要求 好 接著 把新的Probability 減掉舊的Probability 注意是Log之後的Probability喔 如果新的Probability 比舊的Probability大 如果新的Probability 比舊的Probability大的話 減出來是不是一個正數 減出來是不是一個正數 可以嗎 減出來是個正數喔 注意這件事情喔 如果新的比舊的大 減出來就是一個正數對吧 這個正數 新的正數 因為剛剛那是Log之後的Probability 對不對 我要怎麼把Probability還原 Exponential對不對 Exponential一個正數 是不是一定是一個大於1的數字 注意這件事很重要喔 Exponential一個正的數字 就是代表新的機率 如果比舊的機率 來的大的時候 我一定是一個正 一定是一個 出來的這個 一定是一個大於1的數 這樣可以嗎 如果 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來的小 我Exponential之後一定是個 Exponential一個負數 一定是介於0到1之間的數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如果 新的比舊的來的 大 就是一個大於1的數 新的比舊的小 就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 小的越多 就越接近0 對吧 小的越少 就越接近1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把這個 Difference Probability 把它存下來 叫Difference P 這邊有個重點出來囉 在剛剛 如果這個 按照剛剛的邏輯 這個Difference P 它如果大於1 我是不是就要移動 小於1 我就不移動 回到原點 對吧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可是現在 來現在看重點 它小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就真的不移動呢 我們現在給一個 這個 Metropolis Metropolis Hesting algorithm 的關鍵在這裡 它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決定 如果 大於1就不移動 0到1之間 大於1 大於1就移動 然後0到1之間 就不移動 它沒有那麼簡單喔 它在 如果你抽到0到1的時候 它去隨機的抽一個 0到1之間的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 比 隨機抽喔 所以它0到1之間喔 隨便 不知道是多少喔 就是0到1之間 如果這個數字 比 你當前的Difference P 還要來的大 那就 不移動 那就 這一步就等於上步的值 如果 當前的 這個P 假設是0.5好了 它抽到0.7 那就 回覆 如果它抽到0.3就動 所以這個暗示了什麼呢 來這裡是 Metropolis Testing Agonyism的核心喔 它的核心是什麼 如果你抽到的 機率 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 只差一點點 只差一點點 那你算出來的機率 大概就是0.9 0.95之類的 對不對 你從0到1之間 隨機抽一個數 很容易就比它小了 所以 它會允許它移動 如果 你抽出來 你的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 實在差太多了 假設是0.01 差太多了 相減之後 就是一個負很多的數字嘛 Exponential完 就是一個很接近0的數字嘛 那你就幾乎不可能移動 所以 這邊我們給了一些 一個隨機值對不對 這個隨機值 是不是會讓它震動 這個隨機值會讓它震動喔 這個震動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來的大 那我就移動 百分之百移動 為什麼勒 因為我抽的這個數字 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啊 那如果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大 那那個dif p 就是一個1以上的數字啊 所以不管抽多少 它都會動 對吧可以嗎 那如果 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來的小 exponential完之後 它就會 產生一個 0到1之間的數字 越接近0 就代表 那個數字 差的越遠 越接近1 就代表差的越少 越接近1 它移動的機率就越大 越接近0 它移動的機率就越小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什麼優勢呢 我真的 我為什麼要給它一個隨機性呢 我為什麼要給它一個隨機性 我給它隨機性的原因在這裡 我要給它隨機性的原因是因為啊 我要給它隨機性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 我們剛剛求T度下降法 求解線性回歸的時候 求得到點估計對不對 求得到那個 有辦法求到 便利數嗎 或Standar error嗎 求不到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個辦法 把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統計很重要嘛 對不對 注意啊 在做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這個東西 我們只要做出一個預測試就好了 但在做 統計的時候 我需要Standar error嗎 對不對 你如果 你現在就是需要 模擬一下 給它一點隨機性 這樣子 它的Standar error就會出來喔 等一下我們來對答案 看準不準 好不好 來 就按照 Metropolis Hestim Agonyism 來算出它的 來給它一點隨機性變異 然後來看看那個軌跡好不好 至於為什麼 設計成這個樣子喔 這個就有點複雜了 好不好 我們就跳過 這個 但是我們就知道 這樣做是可以walk的喔 好我們來做一下吧 來做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Beta0的Sequence 它最後就在這邊震盪嘛 在5的周圍震盪 因為我們的理論值是5嘛 對不對 那 B1呢 理論值是3嘛 它是不是就在3的周圍震盪 這樣可以嗎 我們把它圖畫出來 這個是把1到Iteration 然後把B0Sequence把它畫出來喔 B1Sequence把它畫出來喔 畫出來它會長這個樣子 它一開始在0 對不對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到了5附近了 然後這在5附近不斷的震盪 過了一段時間它就到3了 這在3附近不斷的震盪 這樣可以嗎 這其實最終就是答案嘛 對不對 那這個震盪給了我們什麼好處 這個震盪給了我們什麼好處呢 就是給了我們 可以去算它的變異大小 的好處 而這個變異大小就剛剛好等於Standard Error 這樣知道嗎 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啦 現在我們來算一下 好我們現在設定一個叫Burning Time 也就是這個衰老期 這衰老期阿 為什麼勒 因為你看看 我覺得到5000代以後 它才震盪穩定嘛 對不對 在前面的時候它一開始一定在求解 它最後是在那個極值附近在震盪 它是在極值附近震盪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阿 我們來在極值附近 所以我們設定一個叫Burning 這個Burning Burning的這個 就是在衰老過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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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這個數字 5000以前的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現在只看 5000加1到最後一代 5000加1到最後一代 我們來再看一次我們畫圖看一次喔 從5000到1萬 從5000到1萬 它的震盪曲線長這樣子 我們把這些東西畫成一個直方圖 它就是一個常態分布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一個常態分布喔 你可能會覺得非常神奇阿 靠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按照剛剛那個邏輯算出來會長這樣 這證明的過程真的有點複雜 需要的話我們下課來討論好不好 這個 這個要講很久 好 那 這個常態分布 這個常態分布的Standard Diversion 就是 這個參數的Standard Error 好 我們來對答案好不好 這真的非常神奇阿 對答案 好 來 這一個 我們先把 LM Y對X 讓它Summary出來之後 Standard Error是不是 0.03 0.03 跟0.03 可以接受吧 0.03 0.03 0.03 我們現在來看 剛剛這一串 剛剛這一串 B0到 B0的這一串 它的Standard Diversion 是多少 0.03 神奇吧 再來我們看B1 再來我們看B1的部分 也是0.03 這樣夠神奇吧 這個Standard Error 居然就藏在這裡耶 有沒有覺得MCMC很神奇 這個方法很神奇 所以這個方法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9 對不對 它比較9 它得到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 不用求為分 這個很麻煩 第二個 最重要的 它可以參考到便意 好 所以在什麼時候你會想用T度下降 什麼時候你會想用MCMC 當你 只需要 我們先不要考慮求為分很麻煩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們先考慮 如果不考慮求為分很麻煩這件事情 當你只需要點估計的時候 你要用T度下降 只需要點估計 而且 你要求它解的速度快一點 你需要用T度下降 如果你可以允許它解慢一點 而且你需要Standard Error 你對那個參數的分佈很感興趣 你需要用MCMC 這樣知道嗎 所以當你有了MCMC這個工具之後 你會覺得非常的神奇 那我 我現在根本不需要 背公式啦 我需要背什麼公式 我根本不需要背公式嘛 對不對 我只要 以後有一個什麼 預測方程式 Logic Regression也無所謂啊 我就把它帶進去 算 算那個 機率嘛 對不對 然後就用剛剛的方法 用MCMC最後那一段的 點估計 跟 平均值就是點估計 Standard Error Standard Divation 就是 邏輯是為貴Standard Error 對不對 所以MCMC很方便啊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練習了 就是 Logistic Regression 用MCMC做出來 其中比較複雜的部分 Logistic Regression的 機率要怎麼求 在這裡已經求給你了 y乘上logp 加上1-y乘上log1-p 這個東西是怎麼求出來的 這是跟二項分布有關的喔 這是對二項分布 求這個log 的結果 這個 二項分布 邏輯思維規的式子是什麼 是p的y次方 乘上 1-p的1-y次方 可以接受嗎 這是二項分布的標準式子喔 對他取log之後 次方向 y跟1-y 是不是要移到前面 然後p跟1-p 是不是要有上log 所以這就是 取完log以後的 邏輯思維規的每一個樣本機率 把他累加起來 請你用這個式子 做做看 然後 他的理論斜率是-1對不對 理論結局是1 跟GLM的函數比較下 看看答案怎麼樣 其實 你只要based on 這個函數來改 based on 前面這一串 前面這一串求解的過程來改就可以了 好不好 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啦 要改非常簡單啊 就是剛剛 這是我們求線性回歸的全部過程 對不對 這是我們求線性回歸的全部過程 我們把 這一大串 改成 把這個 這一個部分改掉就可以了 把x跟y 還有相對應的 proportion function把它改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我把這一段貼在 這段不可以貼在這裡 我把它貼在這裡 好那我再做一次喔 欸怎麼那麼久啊 天啊 有沒有注意到我的 這個 預設值是-1跟1喔 理論值是-1跟1 對不對 你看我這邊出來的是不是-1附近 是不是1附近 這樣可以吧 是不是很符合理論值 然後這邊有個分布嘛 對不對 好 那 做這樣改 你知道改這樣很簡單嘛 下一步的重點就是求他的 standard deviation 跟他的那個點故技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跟GLM比其他答案好不好 好我們來給他 summary一下 來點故技 標準物-1 對一下答案好不好 來再給你們練習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來對一下答案 跟這個 直接做logic regression的結果 對一下答案 對答案 來 首先先求他的命 B10 sequence的命-0.93 這個幾乎一樣了嘛 沒什麼好挑剔的 對不對 接著再算 standard deviation 0.08 嗯也是幾乎一樣 對不對 好 再來B1的勒 B1的 0.08 欸 呃 B1的是要算命 0.08 0.97 0.97 0.97 0.08 也是幾乎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到這邊為止 大家就覺得說 欸答案幾乎一樣了嘛 對不對 欸 這邊 應該不會有人問 商傑克提出了我們提出的問題吧 就是為什麼答案不是完全一樣 是不太一樣 因為就是 跟你們講了 就是 所有什麼你 算了什麼logir regression 啊什麼那些東西 呃 他們每一次的答案本來就都會不一樣了 這樣可以齁 那個 只是統計軟體讓你看起來每一次都一樣而已啦 實際上它每一次都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好不好而且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最佳解在哪裡 所以 呃 再強調一次好不好 PValue 0.06跟 0.04 其實根本沒有差別 可能不是 抽樣有問題而已 是你在 做統計軟體運算的時候抽到不同的隨機數 啊 答案就差那麼一點點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 好 今天不會有練習題啦 我們後面的都是一些講屁話 來看一下 好 這個 我們上一週上課的時候 是不是有講到我們的自己的預測試 顯然沒有現金預測試準對不對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原因是因為我們說上一次 上一次的關鍵站我們試過不同的Starter Value 然後結果 結果會不一樣對不對 你現在能夠感覺那個Starter Value是什麼東西了嗎 因為它從不一樣的地方開始爬山 它爬到的終點不一樣 這個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函數圖形 有時候是這種凹凸函數 你如果從這裡開始找極小值 你最後是不是會到這裡就停下來了 它是真正的極小值嗎 不是 對不對 如果從這裡它當然就到極小值了 對不對 所以啊 我們來試著用T度下降法 來求解一下這個函數的極值在哪裡 試一下 好 4X加上9X平方 加上4X三方 Star Value0.5的時候 答案 0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答案對不對 Star Value如果是-0.5的時候 答案還是0 這也不是我要的答案 那-1.5咧 -1.5總是了吧 答案-1.64 這才是我要的答案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T度下降法有個缺點 MCMC同樣好像也有這個缺點啊對不對 他這樣爬山爬一爬之後 爬到了 某一個局部的極值之後 我就 我就會停止移動啦 MCMC可能還有一點點機會吧 畢竟他不是會左右亂晃嗎 也許他連續的 再往這邊走 他也許就越過了這個局部的極值 對不對 那T度下降法呢 T度下降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好 不去跟大家講啦 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啦 不過 這個課程時間有限 博士班的課程會好好教你 好不好 博士班的課 我們在第三節課的時候 會花整整一節課的時間 教你怎麼越過局部極值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越的過去喔 好不好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有解方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 好不好 好 所以啊 我們獲得了 根據剛剛的局部極值 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會獲得一個結論 當這個 我們首先我們先 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還沒做這個實驗 但你回家可以 是 就是 剛剛的現行回歸跟洛基斯會規 無論你 選擇什麼樣的起始值 最後答案都會是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現行回歸跟洛基斯會規 它的函數圖形 是一個突函數 突函數的意思就是它只有一個極值 只有一個全局極值 這樣可以嗎 它沒有局部極值喔 所以現行回歸跟洛基斯會規 在統計上這麼常用的方法就是這樣了 因為它沒有局部極值 它求出來的解永遠是唯一解 它的起始值 比較不會去影響它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答案只會差一點點 不至於差那麼多 0跟-1.64的差別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阿 但是如果你的預測是稍微複雜一點 你鐵定就會有局部極值嘛 對不對 那有局部極值 這樣會對我們的結果造成什麼影響呢 我們先來獲得一下結論好了 首先 如果阿 我們的解法 我們在解答案的過程中 如果是用數學的解析解 數學的解析解就是類似代公式 就是代公式的意思 現行回歸 你們在說現行回歸的斜率 等於這個 XY的共變數除於X的變異數 這個就叫數學解析解 數學解析解是不會有局部極值的問題 一定是全局極值 這樣可以嗎 數學解析解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數學解析解不好求嘛 對不對 而且有一些式子 可以證明是沒有數學解析解的 接下來T度下降法跟MCMC 這種方法叫近似球解法 近似球解法 它只能夠求出局部極小值 永遠不能保證我求出來的 是不是局部極值 是不是全局極值 永遠只能說我求到的是局部極值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局部極值 因為我們只能求到局部極值嘛 所以說 我們如果在一個凹凸函數上 這個其實點跟我們求得極值的結果 就會有非常大的影響喔 那結果當然會完全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上一節課那個例子 也不是說那個方程式不好 就是那個方程式 局部極值太多了 很容易把我們困住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 我們就要好好選起始值 可是起始值又不好選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說 然後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現金違規跟 邏輯思違規 他們是凸函數對不對 凸函數啊 求解 求解極值用mcmc 或者是T2下降法 求凸函數的極值的時候 因為就只有一個極值 所以說他不會被局部極值影響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的事情是 局部 我們現在手上有的工具 只有 求局部極值的方法對不對 那 求局部極值的方法 這些東西在統計上 我要應用的時候 會不會對我們的統計方法 造成一些限制或什麼 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要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好 來這個討論啊 我們要分成兩個部分回答 這兩個部分很重要喔 你要知道說 如果你以後要發展自己的 統計方法 的時候 就要說你想發展靈清test啦 好不好 你要注意的是 你手上只有MCMC跟T2下降法 這兩個工序嘛 對不對 我設計的統計方法出來 偏偏 式子又很複雜 對不對 你說 林青發展的 統計公式 如果不寫得複雜一點 能夠體現出林青的厲害嗎 所以一定會寫得很複雜嘛 對不對 欸不是我真的跟你們講 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現在去看那個 統計的paper 那個數學式一個比一個複雜 每一個人好像都在 顯示自己的數學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 你數學式子那麼複雜 一定會有局部極值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怎麼辦呢 來首先第一個 從統計檢定的角度啊 我們通常檢定 就是東西是不是等於0嘛 對不對 我們檢定是在檢定 我們的東西是不是等於0 對不對 這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起始值從0開始 如果他離得開這個 如果他是一個極值 那就是不顯著嘛 對不對 如果他只要離得開 那就顯著了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可以從 我們可以起始值都射0嘛 起始值都射0 那這樣子如果最後他真的離開了 就算那個答案 不是真的答案 就是不是最好的答案 但我也可以說明他是顯著的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我從0開始跑 他只要跑得開 他只要跑得開0 就證明他有差異了對吧 至於差異是什麼方向 那個以後再說 再進一步的研究 對不對 所以 從0開始做起始值 是做統計方法的時候 一個比較好的開始 好 但是 必須就是這樣 從0開始做預測 如果你們之後 在學機器學習的方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 Block 全部都射0會出包 對不對 大概我們在 第 我們這一個學習的課程 大概在 我算一下 我可能要看一下課表 大概三節後吧 我們會學到神經網路 多層感之機 那個時候你會發現 全部都射0 你根本求不出解來 那個有原因 拿到函數長更複雜了 好 所以說 有時候你不能全部都射0 可是你不能全部都射0的時候 那這樣還有用嗎 所以從 預測未知結果的角度來說 就是如果你 並不是要做統計檢定 你只是要做一個 預測方程式 其實是局部集職 還是全局集職 對你來講沒有那麼重要 你只要確定 你的那個方程式 最後是有預測能力的 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它是全局集職 還是局部集職有那麼重要嗎 沒有對不對 當然啦 還有很多手段 可以讓你不困在局部集職 不過這個東西比較複雜 而且不能百分之百保證 你就是走到了全局集職 所以 欸這個 我們的 MCMC 跟T度下降法 它其實真的是這個 我們在求解上面 這個兩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支柱 這樣懂意思嗎 而那個尚捷克的MLE函數 它其實就是在做 用這兩種方法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啊 它其實還有其他種這個演算法 就來說像模擬退活法 這個聽起來就 聽起來不知道在講三小對不對 好 我直接跟你們講 模擬退活法一點都不難 模擬退活法就是一個 特殊版的 MCMC MCMC 在最開始的時候 在隨機走路的過程中 是不是每次都固定 從-0.1到0.1之間抽一個數字 模擬退活法就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範圍可能是從-100到100 中間抽一個數字 然後隨著這個 代數越來越小 越來越往後走 它這個允許的這個步伐就 越來越小 所以模擬退活法就是一個 MCMC的改良 一點都不高級 這樣知道了嗎 只是說 只是說就是這個 這個 computer size的人 在設計 Egonism的時候 跟統計學家 在設計統計方法的時候一樣 就 總是喜歡 設計出一個 其實明明就是 Revise 別人的方法 就不喜歡寫說什麼 MCMC V2 這麼簡單明瞭對不對 就喜歡寫出 你看 Metropolis Hesting 他們就喜歡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 對不對 然後就喜歡設計 然後現在 不流行放名字的時候 就喜歡放一些那種 呃...什麼叫模擬退活 對不對 放這種 神奇的名字 對不對 讓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顯示出自己很高級 好不好 這樣大家懂了吧 所以說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你只要學會 T2下降 MCMC 大部分的事情 都已經可以解決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我們這兩節課 我覺得 這兩節課 是我 其實就是我所有課程裡面 我最想對大家上的 這樣子 就是演算法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切核心 這個演算 就是 我們現在學了統計方法以後 我們 就是 就是分析軟體跑出來 但是不會解釋 可能會解釋 但是不見得 真的懂背後的原理 你不知道那些數字 代表什麼意思 只有你真正了解 他怎麼算出來的 親手做過一次 你就知道 喔 覺得說PVALUE 0.06 跟0.04 呃... 我們 完全不可以 完全說 完全不可以說他是有差 你搞不好換個隨機數字答案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 統計方法 這個 統計方法你應該更了解 然後啊 你如果想要發展自己的統計方法 是不是 你也可以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發展自己的統計方法 這個好不好 希望 希望 在座各位 如果是碩士辦一年級的 論文題目還沒有決定的 碩兒的時候啊 可以自己發展一個統計方法 對不對 當作畢業的碩士論文 其實沒有很難嘛 對不對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 是機器學習的課程 我們會講幾個經典的第二代人工智慧 然後再講第三代人工智慧 好不好 不過大部分 課程是著重在第二代人工智慧 第三代人工智慧 我們大部分的課程 介紹還是在博士辦的課程 好啦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啊 好不好 大家學的都很好 我們就下課了好不好 剛好也打鐘了